第一個就是你先畫一個圓 那這個圓的底部的話就是10 那因為我要有8層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用我複習一下我們之前3D陣列 3D陣列的話呢選這個物件 然後空白鍵一下 矩形陣列 接下來呢 要幾列呢 一列 幾行呢 一行 幾層呢 8層 然後接下來按Enter 那間距的話給多少 給20 20Enter 它就會幫我往上漲 OK 那這個一定會在 同一個 應該不是同一個面 同一個 同一個什麼 同一個重線上面 同一個Z軸上面 OK 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更改它的大小 那你這樣最快的方法就是用比例 那我剛剛講過這個比例呢 你如果要改變它的話 這個呢把它改什麼呢 這個把它改 基準點記得是在中間 然後比例的話1.5 Enter 上面這個的話按右鍵 重複比例 這邊的話呢 給它這個空白鍵 基準點一樣是中間 比例的話2 然後再來 這個也是2好了 這也是把它改成2 就是一直往上 然後基準點也是中間 然後這個2Enter 2 2 然後這個是1.5 這個1.5 那這邊的話 空白鍵 基準點也一樣在中間 然後1.5 Enter 那這個就保持不變 那這個的話呢 就再把它改成那個0.5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把它重複這個 基準點 是 2 2 2